游戏大使 夜深修发华 大悲光明 彼头那夜等餐 无虚日 临终欲知识之 手书妙法莲花金五字 佛高昌金体哲哉 固然而及 如是 在修策持经 君师净土行业 那么这是 说明 念佛的人 可以 坚修坚持 游戏大使 是 光森净土 弥陶金 语言中超 是他著作的 蛇 小本弥陶金 古代这三种 最重要的著作 几乎是 修净土的人 没有不读的 就是 莲池大使的素肠 偶叶大使的药剂 游戏大使的 严重超 莲池 偶叶 他们是 专修 净净 而 而游戏大使 他 兼修 禅法 他每天 拜 法华禅 大悲禅 光明禅 弥陀禅 乐明禅 他专修禅法 临终 欲知 识之 虽然修这么多参法 他最后的回向 都是求生西方 基督时期 念念不忘西方 所有一切功德 统统回向 求生 净土 这也算是 一厢专利 祖师 做出榜样 来给我们看 年宗 欲知 识之 自己 不识 写阿弥陀佛 写 妙法 联华 而且呢 高唱 金体 大声 领 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莲陀佛 阿弥陀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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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日本出家人 我们常常听到的 因为日本这些祖师大德 在唐长时候 多半都是 山岛的学生 跟智哲大师的学生 智哲大师是专攻法王 所以他们这一派 就是念经体 你到寺庙去听 拿摩妙法 联华金 他念这个 他不是念阿弥陀佛 山岛大师传的 那就是念拿摩阿弥陀佛 这是在日本非常非常普遍 行不是不行 只要将所有功德 统统回向尽头 我们在这一品里头 三碑王三 一共有四段 前面三段 是将上碑中碑下碑 最后也一段 就是修一切大臣经典 通通行 最后将所有修学的功德 统统回向求生进度 统统奔成 这是一套法门 无比殊胜 无比的广大 实在是 不难你修学佛教 任何一个法门 能在你极乐世界 在我想象当中 其他宗教 你就是读圣经的 读心旧约的 读古兰经的 要把他一生所学的功德 回向求生进度 肯定也能得上 这才是阿弥陀佛 不可思议 不可思议 业力的功德 他不分任何宗教 所以往生一个 绝对的条件 我们要记住 心尽者佛陀经 无论修什么法门 无论修哪个宗教 只要修到清净性 就能往生 心尽者佛陀经 不一定要念 不一定要念无量手心 法门殊胜无比 广大无比 你看他包容 没有分别 没有执着 只要你心地清静善良 你想到极乐世界 所以一切祝福赞叹 那我们就联想到 一切天生赞叹 祝福赞叹阿弥陀佛 光中极尊佛中之王 我相信祝福也会跟着赞叹 他也是光中极尊 祝神之王 尽宗不可思议